借给我一下 比如说我要抓威力财 威力财 你会发现它有很多个区块 上面这边好像什么开出号码 还有玩别的吗 双银彩什么的 如果我今天需要这个区块 目前 主流的网页大部分都是用DIV 当成是分板块的一种方式 早期如果很传统可能用Table 不过现在没有人用Table切板块 大部分都用DIV 所以我们的习惯通常是这样 先找到哪个板块 你先切第一次 那个板块如果是 假如是第一个的话 那你用Find 或者是只会出现一次 那你用Find 但是如果会出现多个的话 那你就Find 其实道理都差不多了 第一个 第二个话就是说 然后呢 那再来我要抓什么 抓里面的号码 比如说这边总共有 威力产 总共有6个乘2 12个号码 那12个号码它其实分成两列 可是两列 到底它放的那个DIV 会不会是同一个class 如果同一个class的话 那你变成说你要分0到5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6到11 你就不要把它切开来 然后你要怎么让它呈现出来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在python里面呈现的就是威力产的开档结果 然后开出顺序先print出来 然后在大小顺序再print出来 然后在第二区再print出来 那我应该怎么做 比较OK 那其实当然第一个你就必须要先知道说威力产这个区块 这个DIV所以一般习惯会在它的这个区块的左上角按右键 然后检查一下 那检查单我讲过了 你可以在下面出现 你可以在右边出现 那因为我这个画面解析度是4比3 所以我把它放在下面 如果你是放在右边OK 这边有三点 你把它改成右边 你们可能大概像长这样 只是因为我这边宽度不够 会变得有点拥挤 然后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OK 那你会发现的这样子 这个板块马上你游标放在上面 他就告诉你这个板块它是个DIV DIV的话它的class名称就是什么 contents box02 指的就这一个 OK 另外的话因为如果我要找的话 到底它是不是第一个 如果是第一个当然我们fine 所以我要怎么知道它是不是第一个 一样的道 我的习惯是点两下 class点两下 Ctrl-C Ctrl-F 那Ctrl-F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今天用fine-all的话 或者fine你会发现 这个把它放Ctrl-C Ctrl-F 这边会出现四个match 四个match那表示说 叫这个的class会有四个 哪四个其实你也可以用上下寻找 下一个这个是第一个我看是不是第一个 你要下一个 你会发现它马上会跳 E of 4 那表示说 目前的这个区块 它应该是第一个所以我们用fine OK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要找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是乐和彩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抓乐和彩 那我就不能用fine 因为它不是第一个 而且它不是唯一一个 那怎么办 如果你要找那个乐和彩 那你可能用fine-all 然后再给它编号 编号1也是可以 他前面那个是 中瓜虎0 编号0 中瓜虎1 所以有四个 这个大乐和彩是第三个 下一个的话就乐和彩 所以其实 叫这个class有四个 那我们其实第一个如果要抓威力彩 那我用box02这个OK 接下来的话 我要抓里面的资料 看一下 它的名称有没有会出现叫box ts 有没有 然后空一个 所以它有两个名称 理论上用这两个名义一起OK 然后里面有几个 Ctrl C Ctrl F 然后Ctrl V 贴上 有24个 为什么24个 你会发现 因为它这个名称是绿色的 所以往下找可能 我再猜了 这12个跟这12个 都是这个class 所以如果你今天用find all的话 会找到24个 这个class 那我们只要取前12个 那就 表示是开出顺序 跟大小wait 那最后第二区是什么 第二区是这个 ball 然后底线 RAID 然后呢 我就是Ctrl C Ctrl F 我看一下 这个只有几个 这有三个 那表示 我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第一个 那底下还有这一个 下一个应该 这个是第一个 没错 这是第二个 第一个在哪里 第一个 第一个在这里 所以抓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用 这个class来抓的话 那它出现的应该就是 编号应该就是 上面是0 这个是1 那我大概找到 规则之后 接下来就来写程式 所以其他都一样 程式部分的话呢 一样 我们上面这 这四行是固定的 就是先用request抓网页 然后beautiful 说sub先解析 固定的 所以你复制贴过来 然后改哪里呢 改那个网页名称 这个网页 把这个网页贴过来 那接下来的话呢 因为我们微利彩是第一个 所以我用div 后面加上contentsbox02 那抓到的话一定就是第一个区块 就是 这个微利彩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的话就是box 按右键检查一下 就这个区块 OK 那你会发现 他这边其实可以伸缩啦 其实就这些 这个方法 这个范围 OK 好 那我抓到之后的话 接下来第二个 我再把这个范围里面的 这个ball ts ball green 所以这个范围里面应该就只有12个 12个 绿色的球 那我就把它分两 两个 两个部分 因为一个是什么 开讲顺序 这个嘛 开出顺序 一个是大脚顺序 那这个是零到 这个是6到11 OK 所以呢我就 跑两个回圈 一个是 for eye in range 零到点6 6的话就跑到5停掉 然后就把这个 出出 那因为可能会有一些 空白 所以我用点strip 然后 那底下的话就6到 11 然后一样把它 这个 大小顺序 这个换行 然后第2区的话呢 一样就是找 这个区块 所以特别至于 找刚刚这个区块 所以我们已经框起来了 找什么 找bo ray的 那就只会找到这一颗球 哪一颗呢 就是这个 这个次号的 所以如果我假设呢 把这个层次写完之后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它应该得到的结果 就是 开出顺序 16到04 大小顺序的话呢 是 02 我把它放大一下 02 一直到 29 这应该没问题 所以这个的话应该是 16到 04 02到29 4 这应该 就OK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得到的结果 那应该没问题 那这个是抓威力财 OK 那其他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我今天呢 不抓威力财 我想要抓别的板块 比如说我要抓那个 当然 好像在云端上有那个大乐透 或者你也可以改 比如说你要改什么 这个 三八 乐和彩 这个我完全没听过 49 乐和彩 这个也许 可以试周遭看 那请各位试着 练习看看 这个网页里面 当然除了这个 这个之外 其他还有别的 所以里面也可以看看 你对哪个部分有兴趣 试着 把这相关的资料 把它 抓取下来 OK 那这个资料 还算是少的 那之前就有同学说 老师我想要对那个 比如大乐透做分析 我想知道历年来哪些号码 出现的几率最高 或者哪一个年度哪一个号码出现的几率最高 那我想要分析的话 那该怎么做 其实我在云端上面如果各位有对 这个 这个 有兴趣的话 我在这边有大乐透历史资料下载 那也是利用什么 第一个我就Google找一下 那个大乐透历史资料 发现有一个网站叫乐透云 他就提供了历年来所有的包含大乐透 威力彩 什么什么一堆彩还有国外的彩 的历史资料 但是呢这个历史资料总共有几个页面的总共68页 那他的规则的话 其实跟刚刚讲的几乎一模一样就是 他这边有indage page等于1 也就是 第一页就是indage page等于1 那第二页是什么indage page等于2 所以你如果说2 他就跳第二页 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刚刚是 抓图档 这个是抓 里面的资料 而这个资料是放在table标签里面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写一支程式 把大乐透的历史资料 1到68页全部抓下来帮我存到excel 怎么做OK 回去试试看 因为这个 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班应该没有那么多事 所以 有兴趣的同学回去 试试看 那当然最好如果 你可以自己用你自己的方法写出来 那是最棒的 OK 我也提供我看一下 我印象中我是自己有写的一个 用python 抓 程式就这样而已啦 大概就10来行的程式 全部都抓下来 OK所以我觉得python这部分真的还蛮厉害的 OK 那同样的方法其实我用vba抓过 vba其实也大同小异啦 抓下来的 数量也差不多 OK只是好处我是觉得 拿来vba抓下来就要以sale 那python的话变成说你要另外再存档 可能会多一个动作 不过我是觉得反正工具啦 我想请各位可以 自己再试试看 OK 这个是 0606部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就是那个 抓取 台材里面的像 威力材 或 大乐兔 或者是其他的区块 练习看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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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